这个也是一样 34也是要把它放到N1里面去 OK那判断一下 那判断的话判断什么呢?判断Arg 1 因为0的话是运算源 1的话运算值 然后呢2的话是运算 运算源 所以这个地方那我们判断一下 如果Arg1 正列的第2个是 Ecos如果加的话 那就把这两个加起来非常简单 再来Elseif Elseif的话第2个多重判断 如果是减的话就把它相减 然后呢Elseif 除的话 是这样 那乘的话因为我们 这个地方会多做一个 多做一个就是X 就是把那个 那而且呢我这边用 Ignose Case 也就是说呢 我今天呢可以略过什么?略过 就是那个大小写 如果他用大写或小写都OK 那就把它相乘 相乘 那这里的话呢 乘跟除比较麻烦 除的话呢 他的 不能除以0 所以呢 你的 后面第3个那个参数呢 他不能为0 所以 如果 最后面的那个运算源有 有是0的话 那这个地方要跳出什么 跳出 这个除数不得为0 而且要把它离开系统 这地方必须要多做一个判断 所以除的部分的里面 要先多做一个判断不为0 好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把结果秀出来 那 乘的话呢 这个地方乘两个相乘 那L10的话 如果除此之外 其实这个L10 因为呢 假如说他不是加减乘除的话 那你要秀出什么 请使用 加减乘除 为 的其中一个运算符号 所以这个地方秀出来 那最后的话呢 就把结果秀出来 并且做什么格式化 到小数点的第1位 那到小数点的第1位的话 跟前面一样 0 0.2是小数点第2位吗 0.1的话 小数点的第1位 然后呢 把结果给丢过来 那因为他有个Double 那Double的话呢 就放 Double 他会放进来之后 就自动会 帮我们格式化 而且特别注意啊 这个是一个什么 Printer Print F 他就可以自动帮我做格式化 所以呢 我们秀出来的结果 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呢 最后会秀出来是 85 加上34 那Answer的话呢 因为他帮我 取到小数点第1位 所以是 19.0 OK 所以最后 做出来结果 就跟题目要的是一样的 那 其他的话呢 各位也可以再把底下 比如说 你参数部分可以改成除 看看有没有OK 乘有没有OK 等等的 我想这部分呢 请各位试试看 206 四则运算部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 好 好